今天介绍一部绝版神话老片《九天玄女》 故事讲述了比克大魔王为修魔道 残害少女 十八闭魔仙女找到魔洞 也要为民除害 当下献出十八个真身 老电影的特效现在看起来很粗糙 当年却很惊艳 比克大魔王使出法力 偷袭仙女们 十八闭魔仙女有些不堪一击 这哪里是来降妖除魔的 简直是来送死的 特别是其中一个仙女 咬比克大魔王 这简直就是耍赖 不过好汉嫁不住人多 何况女人发飙 神魔都敢消 十八闭魔仙女跟比克大魔王同归于尽 全部死于血池中 十几年过去了 葱花是立村院的名牌花魁 再过几天就是她十八岁生日 也意味着葱花可以出来见客赚钱了 这日葱花和丫鬟小红来到算命贪钱 想要算算自己的命运 当算命先生看了葱花的生辰八字 容颜大变 把纸给握了起来 当葱花问算命先生 自己的八字怎么了 先生站起来就要走 只是说葱花的命书 明天再交给她 葱花和小红也是一头雾水 不值及凶 二人路过土地庙 葱花上前叩拜 起料刚跪下参拜时 医生晴天霹雳 镇的土地庙只掉土 似乎要塌方 而且葱花拜得越狠 土地庙塌得越快 土地庙里的一个酒肉和尚 看见是葱花来了 慌忙阻止葱花 明确告诉葱花 他不可以乱拜神 因为他的身份 土地公承受不起 就在葱花要拜见和尚提醒 土地庙又开始颤抖 葱花和小红只好赶快离开 而彼克大魔王轮回 今次叫九宫法师 再修魔道 法力更高 次葱花和小红 来到算命先生的家中找他 结果却发现算命先生 已经遇难了 小红胆子小 居然被吓晕了过去 葱花走到先生案前 拿起先生的遗书 原来上面写着 葱花的八字解析 葱花不是人 而是九天玄女的凡身 因为洞小天机 所以算命先生该死 还留给葱花三个锦囊 葱花把小红叫醒 然后离开这里 而九宫法师算出 九天玄女也再度轮回 只有她可以消灭自己 如果找到她在人间的化身 破了玄女的童真 她就没有法力了 这天晚上是葱花18岁生日 已经开启她接客的生涯 一大群富贵公子 都想抢先得到葱花的第一次 所谓竞价高者生出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 石头也来看热闹 当听说一千两 才能买下凉消一夜 石头惊讶地生出指头 叫了起来 这趟老宝以为石头要出一千两 大喜过望 其他相公只好作罢 而葱花在房间里 打开第一个锦囊 上面写道 孤身上路恐有错 仗义相服靠小哥 欲问如何认此人 红字生在背心窝 老宝直接领着石头 来到葱花的房间 让二人欢度凉消 恰好闺奴也在 葱花让闺奴帮忙 掀开石头的后背 果然有一颗红字 葱花明白这个人 就是能帮助自己的人 葱花和石头一起逃走 他告诉石头 自己是九天玄女的凡身 关键是这种鬼话 石头肯定是不相信的 这天晚上 二人来到安人客栈住宿 结果店小二只给开了一间房 进入房中 石头满脸高兴 而葱花则略微害羞 但是石头悄悄对葱花说 这是一家黑店 石头把蜡烛给吹灭 然后跟葱花藏在床底下 果然门被打开 外面两个人提着刀进来 就在两个凶手提刀 向床上门砍时 石头还故意惨叫 也拧葱花的脸 让他也叫唤 吓住了 随后石头从床底下站了起来 很轻松 很随意的就把二人给杀了 所以石头的武功很高 不过石头泡妞也是高手 很懂得哄女孩子开心 就在二人见身情出的时候 葱花打开又一个锦囊 上面写着 九天玄女必须保持童贞之身 也就是说不得失交凡人 而锦囊山是让葱花和有缘人石头 一起去九天玄女洞 恢复仙女本来面目 二人进入一个山洞 忽然掉入陷阱中 此次从空中飞下来一个仙女 她就是十八闭魔仙女 仙女告诉二人 这里有一个他们要对付的妖魔 九宫法师 葱花蒙圈了 不是让她自己先去玄女洞 变成九天玄女吗 仙女却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玄女洞 一会儿九宫法师就下来了 石头认为上当了 被骗来帮十八闭魔仙女 去收服九宫法师 起了仙女说 自己已经位列仙班 九宫法师根本没资格见自己 换句话说就是 去打败九宫魔头的事 是葱花与石头的死命 说完十八闭魔仙女 转身就飞走了 只是九宫法师突然飞来 把二人直接打趴下了 石头还想偷袭九宫法师 结果糗大了 被摔得老疼了 至于葱花跟九宫法师 有如花样滑冰 最后葱花被丢在石头身旁 二人趁机赶快逃跑 却也十分郁闷 石头更是大骂先佛 当九宫法师又来追赶时 突然被挤到彩布袭击 仙女们把葱花用法力送向半空 由于石头嘴上没积德 也被仙女们的彩布缠绕 等仙女离开后给石头留下一把宝剑 只是九宫法师赶来 石头用宝剑进攻九宫法师 关键是石头太浓包 被九宫法师轻易打败 只是葱花发招 打退九宫法师 跳在石头旁边 就在九宫法师要送二人归西时 石头的宝剑突然挡住九宫法师 葱花带半空跟九宫法师斗法 而石头则跟九宫法师斗剑 最后葱花把披风套在九宫法师的身上 又用彩布捆住他的手臂 石头趁机宝剑一挥 一生爆炸 九宫法师人头落地 而葱花变成九天玄女 功德圆满 要速回天庭 不过最后石头回到家乡 在街上又看见一个长得很像葱花的姑娘 这部电影有些粗糙 经我鉴定是烂片 谢谢关注